為慶祝55週年來的心爐歷程 AMD特別用自家Ryzen AI技術 為老周照片上色修復 影片裡還有一大彩蛋 這不是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嗎 雖然AMD和NVIDIA是競爭關係 但畢竟AI教父創業之前 第一份工作就在AMD 黃仁勳的祝福顯得別具異議 而現在的回答穩坐AI龍頭地位 也成為美國官方一大助力 向聯邦政府資助出自MIT的智固MITER 從1950年代起就提供美國軍方技術產品 而回答正是背後公審之一 MITER還推出聯邦AI沙盒 協助美國政府訓練大型語言模型 進一步優化AI應用 採用的正是揮答超級電腦 DGX SuperPod 你拿一個DGX SuperPod 你不只會獲得超級電腦 你獲得超級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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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獲得更好 現在雙方合作 再加大 華盛頓郵報報導 MITER將和揮答 一起打造 要價2000萬美元 折合台幣超過6.4億元的 AI超級電腦 預計今年稍晚在維吉尼亞洲 啟動 有望協助五角大廈 測試尖端科技 也能幫忙基礎設施 避免網路威脅 還可以跟國稅局一起打擊 詐欺行為 其實一系列的舉措 都跟美國總統去年簽的 行政命令有關 萬一對中國崛起 拜登要求政府 加快導入AI 日前也和日本 設立價值1.1億美元的 AI研究合作伙伴關係 回答也沒學習 將技術引進 每日雙方大學 協助人才培育 將AI霸主影響力 發揮極致 華視新聞 黃天洋超辰 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主播王韻竹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